三藩市 华裔市民反对大麻屋进入社区 关于房屋区贝沙大道2442号的大麻屋 昨晚在市政厅举行上诉听证会 最后以3票赞成 2票反对 1票棄权 宣布上诉反对无效 大麻屋可以合法经营 昨晚有上百名市民出席 发表自己的声音 反对者大部分都是华裔市民 他们认为 这间大麻店在两个社区服务中心 1000尺的范围内 需要更加考虑儿童的健康和安全 而另一方面 大麻屋的代表律师表示 两个社区服务中心 只有少数儿童使用 不会影响到他们 这间位于Bayshore大道2442号的大麻屋 在1月份已经初步通过 这次的上诉听证会 大概有50人是支持者 而40岁的Jeff Acaro 有个特殊的经历 自从加州大麻校发化以来 越来越多的大麻屋在三藩市出现 而最近前屋伦市长关麗珍夫妇 在日落区Norreaga街开的大麻屋 虽然面对大量华裔市民的反对 都获得了初步的通过 而经过本台记者的走访 普遍华裔市民最担心的是 大麻对青少年的新生发展 有负面的影响 而一旦开了先例 大麻屋将会在市内大量开设 而根据市府现在的法律规定 大麻屋消瘦的对象 只可以是18岁以上 并持有医生证明的患者 所以未成年人 几乎无法从大麻屋中 获得若用大麻 不过另一方面 在昨晚的听证会上 城市规划官员提出疑问 开设大麻屋除了可以提供工作之外 还可以为社区带来怎样的效益呢 最后大部分华裔市民 为了下一代的着想和社区的安全 对大麻持反对的意见 不过对于真正有需求的患者来说 大麻屋也有它价值的体验 所以如何在这个矛盾当中获得平衡 还需要市府设立更多的法律和法规 天下卫视记者 吕健錦报道